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此以后 澳洲股市已经恢复了10月初 中美贸易当时发生争议时的下跌 目前已经全部恢复至6700点以上 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股市也分别有0.3%到0.4%的涨幅 欧美方面则涨跌不一 其中英国和法国出现下跌 德国有轻微上涨 但是三个国家的涨跌幅均在0.5%以内 美国方面昨天轻微下跌 道琼斯和科技指数分别下挫大约是0.1%至0.2%左右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依然是在1500以下 最新报价是1489美元 而石油价格目前一桶美国油报价为53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先来说一下的是澳洲在今年特别火热的一个金融科技股票 叫先购买后支付的Afterpay 在昨天突然出现了暴跌 我们知道这个股票是我们在今年上半年一直跟大家推荐的 在从上市的五毛钱三年时间到现在呢 价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7澳元 涨幅达到了74倍之多 那么这个股票呢 也是在过去一年多中 应该说是上涨速度最快的股票 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股票能够持续的和它相比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股票在昨天突然出现了9%的暴跌呢 其主要原因呢 就是一个知名的国际银行 瑞士银行呢 对其未来的股价做出判断 预计呢 它的股价呢 可能会到17澳元 也就是距离现在的37澳元整整要下跌一半之多 这则消息呢 也使得其股价呢 是出现了9%的暴跌 那么这个瑞士银行给出的分析报告的背后的原因 是由于给出 由于目前它扩张速度太快 并且预计它未来的盈利能力 依然是个问号 这个问题呢 其实比较普遍 在过去的五年中 一直以来有很多企业采用的就是以资本换市场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所熟知的这个共享单车 或者是滴滴打车 或者是美团和饿了妈这些送餐网 那我们在澳洲的华人所熟知的墨尔本悉尼送餐 包括熊猫送餐 到目前为止都是在亏钱 那么都是在亏钱 为什么它市场反而越做越大呢 因为过去的五年呢 资本市场一直认为呢 只要我最终占领了市场 那么我前期的亏损可以通过后期的提价来得到改善 那么前期就要通过砸钱来占领市场 那么这个模式呢 也是屡试不爽 也给很多的企业它的市值提高了很多 但是对真正的投资人来说 除了我们在股票低息高抛以外呢 我们要看清楚的一点 很多这样类型的公司 一直会发生一个叫做营运困难 或者叫做盈利 很难达到阵线金融的问题 它前期烧的钱越多 市场扑的越大 那它所需要的开支也就越多 是否到三四年之后能像它所预期的那样 开始赚钱 这始终就是一个问号 那么相比于共享单车需要造一辆自行车 需要实体的这个支撑 先购买后支付的afterpay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零成本的买卖 但是呢 不得不说的是呢 由于有资金使用 那么它是要垫付这个消费者所购买产品的金额 因此它还是会有一定的资金需求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也是用的是以资本换市场的模式 那么为什么现在市场对其不太认可呢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高 虽然说它现在市场占有率 或者说是它的新来的客户在不断增加 但是呢 困扰着投资者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 它什么时候能赚钱 这就相当于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一样 随着股价的上涨 大家越来越多的怀疑 当你的价格从上市时候的一块钱都不到 到现在的37澳元 你未来从37还能涨多少 你涨多少和下跌的可能相比 哪一个潜在的空间更大 这就形成了现在很多投资者不敢去买 却一旦下跌之后 争相恐后去卖空它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对其的推荐呢 在17块钱 在20块钱和24块钱都做过推荐 但是从上个月 也就本月上个月底本月初开始 我们非常的不看好 其价格在35澳元以上 因为很多时候我跟投资者说呢 跟我们客户说 现在的价格都已经35 37了 它还能涨多少 涨3块 涨5块 乘死到40 难道还能到100 我是不信 那如果从37下跌 你觉得能跌多少 我觉得跌到30 25都不是太大问题 这就是一个 当我们发现了 这个回报和亏损不成比例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投资就不能再投了 当然从长期来看 我觉得Afterpay的这个模式还是不错的 它毕竟使用的是老外 已经延续了100多年的提前消费理念 这个可能放在中国或者是放在华人社区里面是不太赚钱的 但是在老外这个提前消费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血液中这种理念来说 它的潜在市场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再来说一个话题就是同样过去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两个月 澳元和英镑和美元的汇率都达到了过去几乎是10年的最低价 有很多投资者也在问 那么相比于澳元或者是英镑 在未来的几个月或者半年内 你更看好的是哪个 那我今天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澳元 应该来说的话是除了人民币以外的澳元或者是英镑 我们知道从贸易战开始的话呢 从2018年年初开始人民币就经历了不断的或快或慢的贬值 价格呢也从六块多到现在的最低到过七块一毛八和美元汇率 虽然现在有点稳定回升至了七块零九分 但是依然是破了七 那么虽然说和美元相比澳元和英镑同样也是在十年新低 但是从未来的情况来看 两个国家的货币或者说他们国情的目前的经济情况呢 对于人民币来说应该说要比中国更加稳定一些 那么如果我们是在澳元和英镑这两个货币中选的话呢 从长期我本人是看好澳元 但是在最近的两年 我觉得相比于英国来说 澳大利亚和中国联系更加密切 因此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也更加直接 那么未来中国在一两年之内 我预计不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或者说经济突然开始爆发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英镑如果能够成功的搞定英国退欧的事 不论是硬脱欧还是软脱欧 只要最终能够脱欧 英镑就能反弹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天时间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英镑的价格 已经从底部反弹接近于800个点 那么我预计未来英镑还将会有更大的上涨空间 所以说相比于英镑和澳元来说 投资者咱们在未来的三四个月可以重点观察 英镑和美元或者是英镑和澳元的走势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那么希望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在线报名链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